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踪少年的水哥被指控奸杀少女小云 因此含冤入狱 狱中的水哥历经屈辱伤害 逐渐蜕变为性格怪异的哑巴杀手 二十年后刑期释放 水哥偶遇自己的女儿小雪不由自主地跟踪小雪 并在小雪家对面租了一间屋子 暗中观察他和家人的一举一动 没想到他的养父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他不准他接触别的男生 而且还对小雪有一种变态的情愫 依次养父喝醉酒暴打小雪 由于小雪的反抗 不身把他推下楼摔死 为了保护女儿 水哥将尸体搓走 在海边把他悄悄处理了 在警方追查此案的线索之际 水哥净撑乱闯入虚宅 意图挑战警方 还留下钮扣 让警察把目标转向自己 在追捕的过程中 水哥不停向警方挑衅 而且从容的脱身 还故意给女儿留下了恐吓心跳 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林警官 感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重重推断下 他发现 水哥与二十年前的命案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时的水哥和小云居然是情侣 随着案件一步一步地陷入水哥的局中 细心的林警官意外地发现了端倪 于是找来小雪的养母来问话 两件命案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当年水哥并非杀死小云的凶手 学生时代的两人感情甜蜜 小云意外怀孕 并生下了小雪 养父在得知两人要私奔后误杀了小云 并嫁祸给了来找小云的水哥 无辜的水哥坐了二十年的牢 警察立即开始监控 逮捕小雪 水哥为了保护女儿 和警察展开了搏斗 为了维护女儿 自己选择了被罪刺杀的假象 最后小雪前往警局自首 并向林警官询问 一直保护自己的那个人是谁 林警官给了小雪水哥的照片 说记住他 电影末尾有一段情节 是水哥深夜前进小雪的房间 那时的小雪已经睡着了 水哥仔细地观察他的手 绿绿绿他的头发 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忧郁挣扎了许久 离开了 整部影片以悬疑的手法叙述了一个故事 里面涉及了一些暴力血腥的场面 但溢出来的是满满的父爱 当中有一幕最值得珍藏 就是当小云生下小雪和宝宝在窗边 而水哥在窗的另外一边 隔着玻璃注射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三人虽然被隔离 但爱却无拘一切地传达 亲情化作无形的枷锁 将三人系在了一起 永远永远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大追捕》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